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戴先生住在台中 他們台中有八位的同學好朋友 都一起被騙到南寧去 那現在這個八個人 同時要跟他們的上見 也就是彬彬 彬彬姐 來看一下 要跟他要錢 好 我問一下那個戴先生 聽說你們上個禮拜一的時候 八個人聯合起來去找這個彬彬姐 對 那結果見面的狀況怎麼樣 他剛開始有講說 甚至講說 他在警界有認識一些朋友 有詢問過警界的朋友說 這個是不違法 並不會怎樣 剛才他有講說 他身上也沒錢 然後 然後也講到說 剛才我們過去都自己自願簽的 又不是有 脅迫你 恐嚇你 叫你簽名 申購 有 那當然我們有跟他講說 因為剛才去到那邊 第一 因為我們去個國是五天而已 然後 在最後一天要簽神購書的時候 就是 就一直 就是 屬於他們在控制的狀態之下 嗯 就是說 有半脅迫的狀況之下才簽的那一張 對 講到最後 他是說 要不然 我們也可能虧你們十萬塊就好 但是要簽 切結束 就此 結束 嗯 對 那你們有同意了嗎 不同意 不同意 對 因為金爾差太過了 對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明明還是不違法的事情 那你自己 還一直認為它是合法 然後甚至還 邀約我們八個人 要再玩另外一套遊戲 蛤 你都已經要去跟他要錢了 他要再邀你做另外一套遊戲 什麼遊戲 這個遊戲呢 也是 從管西南嶺那邊 Copy過來的 然後變成是在台灣做 是用網路 然後是用微信交友 那你們當場沒有傻眼了嗎 就是我已經讓你男人又騙了 你又叫我去騙台面 另外一套 就是那一套 我們上個禮拜節目談的 我們上回是在節目裡面講的 廣西南嶺亮點經濟 亮點經濟那個網汁 對啊 所以他就是說 你們缺錢 要介紹另外一套遊戲 給你們賺錢的方式 你們又不要 他一直在那邊講說要虧錢 對啊 所以整個過程我會有錄音 但是其實 你可以先跟他簽切解沒有問題 先把10萬塊拿回來 因為那切解書 在法律上是沒有效力的 因為切解書 相當於定型化契約之類的那些東西 到時候呢 如果你就算告上法院 顯見犯罪以違反公序良俗的 在法律上是無效 至少你現在把10萬塊拿回來 你現在說完 他要回去拿錢那個人 他已經絕對不要了 他一定賣了 因為他本來就犯罪了 就算告上去 那個東西也會被法官當作沒有用 你先拿10萬塊先拿回來 你現在是零 你現在是零 你不會有 所以你如果他要你簽這些書 以後都不再計較了什麼 你可以先簽 簽完之後 因為你證明他已經是犯罪了 而且他是違反公序良俗 你看刑法有這一條 這個契約是無效的 至少你先10萬塊先拿 不然你現在全部都輸 可是通常如果他拿回了10萬塊 那15萬基本上也拿不回來 既就先有10萬塊 當然最起碼有10萬塊 你要他們這些吸血鬼全部退完給你 是不可能的 對 能夠拿多少算多少 好 我問一下那個 我們的王菲 王小姐 王小姐 如果有8個人 你也是老總了 這8個人呢 同時之間要退出 然後跟你要錢的話 你會不會退給他們 這個案例我聽過 我的朋友有一個也是 他是實際已經收了這麼多錢 但是到目前為止 他做得很大喔 沒有半個人告他 因為他有把他底下的人 都安撫得非常好 安撫好是全部都退25萬嗎 沒有 他不曉得 他蠻厲害的 他有一個一個去擊破 我不曉得他退他們多少 至少到現在 好 那我們再問一下 王小姐 您的上欽有沒有要安撫你 沒有 他就一句話 你去告啊 我就告了 都要你去告嘛 對啊 你去告啊 好 為什麼你那麼的氣憤呢 當初是怎麼樣被騙過去的 我跟鍾楚紅我們算是私友 我們是四大社團裡面的私友 好 來 我先看一下喔 讓給各位看一下這一個關係表 這邊呢有一個王菲 也就是我們的當事人 他的上線呢叫做鍾楚紅 這都是行業名啦 那鍾楚紅不要來誤會喔 好 來 王菲也不要誤會喔 你們這邊全部都是演藝人員是不是 沒有 沒有 這個大家都是很好玩 因為有一個是林志玲 他是因為 因為鍾楚紅他是個子小小又胖 結果他就自己的曲名叫做鍾楚紅 那那一位 那一位也是高高的 滿豐滿的我的朋友 他就說他叫鍾楚紅 那我是林志玲 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你們的行業名的話 大部分都是明星啦 對 用明星 怎麼有人叫廖青星 那你說當時呢 鍾楚紅是怎麼樣騙你過去的 這個講來是挺好玩的 我是實在是有夠笨 他在這個之前已經 害我這一家那個雪蓮鬥 在中藝這個雪蓮鬥 我已經賠了三十多萬 那你跟鍾楚紅怎麼認識 他是我的師友 我有一年當年我當 師友 就獅子會 獅子會 就是在世大社團裡面 我當會長的時候 他是我的顧問 你還是獅子會的會長 是 鍾楚紅是副會長啊 不是 他是顧問 是顧問 是師友帶他進來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非常的熱心 那因為他在做那個小吃店 我們也常常跟他光顧 所以就走得比較近 因此呢 他在做一家雪蓮鬥的時候 就找我 那他有做霸掌什麼 他很會 手藝非常好 他會做各種的小吃 做得相當的棒 因為他也開了好多家店 所以那個他找我 做雪蓮鬥的時候 我就想說 不錯啊 因為也都講得非常好 可是前後不到半年 這家公司沒了 我在裡頭 也是有三十多萬在裡面 所以因此他來跟我講說 他要彌補我 就是說他有發現了一個很棒的 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你說雪蓮鬥 你賠了三十多萬 對 就是那時候我加入三十多萬 然後他為了要彌補你 然後呢 那就是說帶我過去看看 他先過去了 他已經先過去 然後回來跟我講 那我還滿疑惑的那個時候 可是我看到又那麼誠懇 很好玩的就是說 那時候我的錢 因為我有投資LED燈 我有很大的金錢都在上海 在昆山 所以我說那時候 我沒有什麼現金 他要帶我去貸款 他說他先幫我借錢給我 那我第一次跟他去的時候是 我跟好東西人跟他去南寧 好東西人 來 好東西人是中崇隆的上線 對…我都叫好東西人 去那邊 那時候我們就是 他住在萬鎮嘛 那時候滿簡陋的 那時候房子都很便宜 因為我們算是很早的一批去的 我記得那時候去 雞排個人而已吧 而且那時候房租非常的便宜 大概一千來塊 人民幣就租得到 相當的簡陋 那我去看 你知道我們吃東西好可憐 我永遠記得第一天晚上到 我們是坐在那個路邊攤 而且非常的髒亂的路邊攤 吃水餃 我還記得包括那個香蕉 大概一斤才 才一塊多耶 那時候是幾年啊 我們是100年去的嘛 王貴老總他們這一條線很早了 就是幾年 很早 很早 2011年 2011年左右 對 就是100年的時候 我是圓越去 然後去看了一個 滿讓我很心動的現象 就是因為快過年 他們本來不是都10號發想嗎 對 那時候我去已經再過 沒幾天就要過農曆春節了 那時候真的讓我很心動的一點是 我看到那個老總是拿了LV的很大的包包 現金都是拿現金 然後上面因為那時候人很少 都是上面就寫某某人領多少錢 我看那時候中楚紅已經領了 大概10多萬的人民幣吧 那個10多萬的人民幣的話去跌 沒有…那是何雅郎… 10多萬人民幣跌起來都很嚇人耶 因為人民幣最大面額只有100塊 對 對 賀雅郎的比較多 中楚紅是2、3萬吧 那時候他剛剛加入 我看那個老總就是LV裡頭 都是人民幣重重厚厚的這樣 發錢的人是誰啊 我在這裡頭 我在這裡頭 你們是屬於余演員這個體系的 說真的我只認識到 我那時候只認識到那個小白菜 你只認識到小白菜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誰是最上面是誰 好就是小白菜這個體系底下 對… 那誰發錢的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 可是因為他好像是另外的一個支線的 也是更早進去的 他們好像是前五名 應該是前五名內的 所以你當時看到了 那個發錢的景象的話 觸動你的一個投資的心情 那時候是真的 是真的很心動 是啊 你看那個時候中楚紅才去 他說他才去加入 他就馬上拿了這麼多錢 那時候我就跟他看 本人說我現在都沒錢啊 所以一回來了以後 他就帶我還去問高利貸 他說 高利貸喔 對啊 對啊 他還叫我 他叫你去 叫高利貸喔 他說沒關係 你這樣生下去 你怎麼下去 然後就是 就是我沒有照 那我不曉得是 甚至後文來排文 因為當下有一個就是 後來叫林志玲的 這一個老師呢 他是一個會看前世間生的老師 對 中楚紅就回來 我說我也不會講 結果他就說 沒關係 你在找人 我告訴你 我就找了幾個好朋友 來 他就講了 他講的真的是很厲害 我的朋友聽到他講 每一個都點頭 那因為當天呢 就有一個就是那個林志玲來 就 就 看到你這樣 口摸橫飛的講 他首先他就說 他說 他想更進一步了解 就私下去找 中楚紅 在三重的一家店 中楚紅 對 然後 大概當天吧 中楚紅就打電話跟我講說 你現在還在哪裡 你那個老師說要在哪裡三個 我說 怎麼這麼快 我都還沒講 妳是說誰啊 就是林志玲這一邊 要進來三科喔 對 就是林志玲要進來三科 他總要買三份就對了 對 然後後來我有一張 我有提供一張 就是林志玲首先 就馬上匯錢給這個 中楚紅的 有一張匯款單 他因為他已經要進去三科了 你們看那我不要加入呢 你一定要加入的 那個是加入是跟你沒有關係 他加入他 他的底線啊 不是 他加入他 而且我們這個 林志玲更可愛喔 因為他說 這樣他黏到頂 所以他讓我在頭前嘛 因為我他知道這件事情 他很有倫理的人 他就說 這樣王非禮在最頂頭 來就是放他兒子 他在中午 他這個放在旁邊 我都不用找人了 我三個都有啊 直接要講上去 對啊 然後我們就三月份過了你 你就是藏在那裡 我拿到 你其實你能不能賣 說沒關係 那三個都沒有 來… 因為你只要其實 他的想法就是說 我只要拿了一個 說實在的喔 我們剛剛也幫他算過喔 他呢其實呢 說實在 他只要繳35萬 他成為這裡面的人 他底下有 便便的三顆牛 便便三顆牛 這三顆牛 返還的金額 會不會返還給你 沒有… 我過世還沒完啊 因為那時候 我不是跟那個 鍾楚弘說我沒有錢嗎 那那個 我們那個林志玲小姐 真的很有愛心 他說沒關係 這錢我先給你出 你就… 他就好 我要去的那個 李飛你先用刷卡 就抵了就好了 反正你會賺到 他說這頭前這麼賺的 你就賺給你拿 那你等於是被硬壓著 壓著上去 我那時候想說 我朋友說 我就後來 我跟我朋友說 有這麼好的事情 我就想說 真的耶 他就說 因為其實 我跟這一個 這一個林志玲小姐 我們有個非常 非常有緣的地方是 我們的本名 既然三個字都一樣 而且這個老師 讓我很感動的是 他看到我的第一眼 就告訴我說 我後面有一個 有一個是出家人在保護我 我就覺得他很看得到 真的是完全看得到 因為確實是 我們家裡有一個出家人 好 那我問一下那個王菲 林志玲後來有沒有看到 你未來可能會賠得很慘 其實是這樣子 林志玲應該講說 這個行業害人的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這個行業到底是怎麼樣害人的 剛剛王菲有講到 他其實賠的金額 非常非常的難以算計 把台北的房子也給賣掉 另外他跑去了這個南寧那邊 他還租了房子 來來回回到底缺了 到底賠了多少錢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馬上告訴你